现在我们中国最先进的核电站技术就是华龙一号这样的第三代的核电技术 比尔盖茨很热心 他想搞其中的一种叫行波堆 但是他自己搞不了 其他国家也没有钱搞 法国没钱搞 美国不用说了 日本台湾也不行 所以基础性战略性是自然资本没法搞的一个投资领域 大家好 前几天石老师的视频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在演讲当中 石老师就论述了执行基础战略性资产投资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可行性 那么对于到底这些基础性战略性的资产是涵盖了什么方面 为什么在各个领域当中它会有基础作用 他提的比较少 我就来为大家就补充一下介绍一下石老师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构限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再回顾一下就是为什么叫基础性和战略性的资产 那我们说这些基础性战略性的资产 它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是市场机制解决不了 它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完成投资 那石老师也谈到过几个它的主要特征 比如说超长的周期 超大的规模 超高的风险 这些困难导致市场的私人资本 它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投资 因为私人资本永远都是短期收益为驱动因素的 这些基础性战略性的投资 那周期就可以长达几十年 那私人资本就不做了 然后它设计的项目规模也特别大 私人资本就算是跨国的垄断挂头 也很难聚集这么大的资源来进行投资 这些方面这是困难 但是对我们有利的说 既然是基础性战略性的资产 它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需要像那种小而美的企业一样 企业管理者要特别精彩的点子 它因为是生产要素级别的基础性的 我只要在宏观上能够保证国家经济发展 它其实管理的难度就比较低了 因为它并不是很多市场竞争者 提供类似的竞争品来很竞争的 如果是这样的市场 我们就说它属于一般商品市场 就不是基础性战略性的市场 我们具体的说 基础性战略性资产 一个大类别是广义生产要素 我们说经济学里头 劳动对吧 是生产要素 资本是生产要素 技术也是生产要素 那么 环境的经济学发展 也有很多人提出 比如说把能源作为生产要素 那更广义的话 是认为就除了这几方面以外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生产要素 需要我们作为基础性战略性的资产 来进行长期投资的具体的投资方向 就有七个方向 投三个方向 少是给了一个名字叫国土重振 或者叫国土再造 第一中国是缺水 缺淡水 而且淡水资源分配极不平衡 所以第一个就是淡水资源的空间调配 因为气候循环你很难去影响它 但是我们这边已经有了淡水 比如说青藏高原是中国水塔 但是它水基本不往新疆流 有少数几条内流河流到新疆 那也很快就消失在沙漠里头了 那就等于说南涝北汉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基础性的工程在进行了 比如说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都已经完工了 所以这个是可用淡水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就是可用土地 可用土地的意思是什么呢 高原动土 我们知道是不可用的 虫山峻里也不是可用的 但是它们对存在生态有很重要的作用 那完全不可用的呢 就比如说新疆刚才说了 大沙漠它对生态没有存在作用 它也不能直接为我们利用 那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现在倡导 新型成熟化 上次我也讲了 就是成熟化 在我们的制度下面 是可以比较好的推进的 那新型成正化呢 是要用地 但是我们又有一个粮食安全的底线 所以我们这个又要成正化用地 又要保证耕地的基本完好 那就需要把以前没有办法利用的耕地 主要就是沙漠把它重整成为一个耕地 才有可能把我们的可用土地提高起来 那第三呢 就是高标准农田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义 我们不用多说了 对吧 因为扶贫 还有以后我们成正化以后 我们还能够回到大自然的前提 就是农村的生产性的资本 一定要有非常高的密度 那保证农业安全 就是要把这个高标准农田 给它建设起来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 清洁的环境 这也需要长期的投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既要工业化 保证工业生产 你要保证这个清洁 首先这个生产技术 还有这个机器设备 都需要大量的投资 然后涉及 比如说靠近中心城市 指数造林等等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 这样呢 就等于说环境 可以提振产业技术的升级 提振这个其他各方面的投资 所以这个清洁空气 也就是环境 虽然说它是一个管异的生产要素 但是它是各个生产要素联动来实现的 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第五个管异生产要素是清洁能源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虽然产油 但是这个储量肯定是不够能用的 而且中国这个石油的品质没有那么好 重油居多 那我们现在在新疆的大沙漠 一方面可以造根地 一方面利用这个沙漠中的观照条件 我们可以发展太阳能发电 然后在高原上分离比较足的地方 也可以有很多分离发电 官网上也讲了 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府发电行业 怎么从落后到引领全球 对吧 这是一种 另外比如说这个可厚恒聚变的突破 我们说这个要最终实现能源十字意义上免费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能看见这些可控核聚变的实现 这就变成说 终极理想它 它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 投入大量资金的 这么一个远景的 静静的 还有中期的 最终目的是替代煤 替代石油 这样的化石能源 或者污染性能源的一个长期的 基础性战略性的投资 那这里就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基础性战略性的投资 是私人资本搞不了的 你知道这个比尔盖茨 他曾经就力推核反应堆 裂变堆 比如说刚才是可控核聚变是远景 那这个裂变堆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中国最先进的核电站技术 就是华龙一号这样的第三代的核电技术 当时这个比尔盖茨很热心 他想搞其中的一种叫行波堆 但是他自己搞不了 其他国家也没有钱搞 法国没钱搞 美国不用说了 日本台湾也不行 他曾经就来大陆想寻求合作 所以基础性战略性是私人资本没法搞的一个投资领域 第六个就是技能型专业型的劳动者 因为我也反复提到过就是要高端制造 必须有人的参与这些人必须是技能型和专业型的劳动者 这是一方面 现在大学建立的很好 技术学校的学生参与拿学位 这个是中国高端制造真正的起步政策 就会发挥非常大的这个正面作用 然后他也是一个劳动收入能够追上资本收入 一个重要保障 因为我们十四五规划也提出来了 就是劳动者的收入要比例提高 相对于资本性的收入 那我们说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教育劳动培训方面都要给劳动者 以人力资本的积累 然后能够为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 那第七个管理生产要素就是科学技术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它叫生产要素 那么罗列下来第一它是相互管理 比如说你要搞清晰能源科学技术也要跟上去 劳动者技能也要提高 所以它叫要素是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分立的看成劳动科学 但实际上他们是广泛的联系在一起的 它是一个网络结构 它并不是孤立单一的 那就等于说很难从单个的项目 单个的领域直接获得收益 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它是基础性战略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的收益并不锁定在投资者本身 那经济学也有讲外部性的 这个是有正的外部性 但这个正的外部性还不是我们说的社会效益 经济学里头讲的外部性还仍然只是局限在 就是直接接触到这个公共产品的人 比如说你公民园有个长凳 是公共产品 它有的外部性 虽然我不拥有它 但是我是直接接触 坐在上面 而且是当时就产生收益 那我们说这个基础性战略性资产 它范围就非常广泛了 否则也称不上基础性 时间范围空间范围人群范围都不局限于 就是直接和它发生关系的那一拨人 感谢观看